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我們職場交路之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兩隻的嘉賓都是來自我們要財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陳偉聰先生 Jason 你好 大家好 歡迎各位觀眾繼續打電話和傳電郵給我們 電話號碼204-6566 或者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group.com-hk Jason 我先看看市況 看到恆指現在跌至188點 23949點 國企指數跌至140點 13519點 成交有531億 期指跌至212點 23890點 低上60點 成交有96000多張 不如先聽家庭觀眾楊小姐的電話 楊小姐 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圍齊棟2338 自己買了沒有 我想問為何跌了這麼多 你自己持貨 有 有 多少錢買的 54個多 54個多 54個多買的 我到尾走 記得這麼多 不知道怎麼辦 好 先問問問Jason的意見 今天跌至5.3% 問問Jason你的意見 其實有大行看好 摩通都升了為柴 盈利預測和目標價調高到72元 是的 今天的走勢跌 其實我自己也有些意外 都猜不到業績出到來 其實不是說差的 如果你說第一季方面 都是按燃增長了超過14% 那麼多 整體來說 其實都叫做高過一般市場的預期 甚至剛剛所說的 JP Morgan那邊 都已經調高目標價 所以你說今天這樣跌 暫時來說 我看不到有什麼實在的原因 令到股價是有這樣的急跌的 但如果你說股價這樣跌下來 其實都在反映著一件事 就說之前 其實股價上到去接近56.57元 那些價位的時候 當然你說看回走勢圖 其實都發現到那個位置 其實都有一個非常大的阻力 那說的是二月中的時候 股價也是曾經是 就是抽那幾天之後 上到那些位置 但是亦都是不能夠進一步突破57元 那說的是 亦都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那今次見到股價都是 說的是 上個星期放假之前 見到那個是 就是連續幾天的股價 都是升得不錯 甚至乎 都說去到上個星期尾的時候 都是最高的價格 去收市 那但如果你說去到那些價位 都是升不穿的時候 就意味著 其實整個叫做長方形的形態 都還未能夠叫做突破 那如果你說今天的股價 真是叫做跌穿十天線收市的話 整體的走勢就真的叫做轉弱了 那很多時候都有這個情況會出現 就是說 當見到業績出到來 不是說特別差的 甚至乎有機會叫做好過預期都好 那但是由於之前的股價都叫做累積升得比較多的關係 都有機會令到某些的投資者 或者某些的基金 是趁這個好消息去出貨 那所以都導致了一個比較大的沽壓 那而且都見到今天下跌下來的時候 那成交額都叫做偏大 那所以都預期得到 短期來說 那股價是有機會進一步下試 那條五十天線 就是下去 大概五十一個九 五十二元這些價位 那所以如果你說本身你之前是一些比較高的位置 買了貨的話 都可以先有個心理準備 那第一個支持呢 先提到大概五十一個八五十一個九的位置 那如果你能夠守得住的話 暫時來說不需要太擔心 相反地如果你說後市 是連五十天線都跌穿了的話 我都建議應該先行做的指示 那楊小姐還有沒有問題 那我想問一下那個880 880奧博 你買了未價 我有 我有16個二號八和八十五個七買 那都是偏低位賣的 那現在都有一站 那現在需要指賺它呢 基本上你看到一些豪賭股,特別是奧博 對上個多兩個月股價走勢是跑贏的大事 計算過累積升幅的話,都見得到 由二月尾的時候,由十個半的位置開始升上來 上個星期最高是見過十七個三 如果計算累積升幅的話,也是超過五成 如果短短一個多兩個月,一隻股份升了五成以上 我相信短期累積升幅,都會有差不多 澳博基本因素是否不行呢?我覺得不是 如果以一個中長線的角度來看的話 相信這些豪賭股,特別是澳博最大市佔率的股份 生意仍然會有增長,特別是當新賭場開幕之後 更加會吸引到更加大的人流過澳門賭錢、消費 但是要小心一點,就是一個比較中長線的 看好就不等於短線不會調整的 我相信你說見到近期的升勢都叫開始放緩的時候 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當然,如果你說都繼續想上望一些目標價的話 是可以的 但都建議可以先擺一個指站位在十天線的阻近 也就是說今日的低位 今日的低位大概是十六個四毫八 股價是一旦跌穿了十六個四毫八的話 我都建議先行做指賺 楊小姐,還有沒有? 我想問一下那個1368突破 我在五個四毫四買 前一陣子多了五、六元 我都沒收 現在我看好像不行 我可不可以估作它? OK,1368突破 現在五個五毫八跌成3.6% 小姐還有得賺的 可不可以沽了去轉馬? 是呀,聽用品股 我其實覺得之前的升勢都已經差不多了 如果你說說 之前上對六元穿不到這幾天下跌的話 今天跌穿了十天線 其實整體走勢轉弱了 所以我都建議這隻股份 都可以先走一走 好,賺錢 始終代入袋會安心一點 好,多謝楊小姐你的電話 再馬上接聽羅先生的電話 喂 喂,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請一架箱 有一隻叫做2468 創益太陽能,是嗎? 是的 他上市的時候 很多分析員都相當看好這間公司 我就不知為什麼他上市之後 是頭幾天表現好些 就算到今時今日的表現都是這麼差 這間公司是否發生了什麼問題 所以搞到這麼差的表現 好,讓Jason分析一下 看到賺益太陽能今天跌了1.2% 4.74元 其實看到高位曾經上過5.96元 但是為什麼股價一直這樣跌下來呢? 看到那個股價的走勢 都真的不是那麼理想 基本上你說這一隻叫做太陽能相關的股份 為什麼好像對比回保利協鑫 又或者對比回卡姆丹克的時候 為什麼股價走勢會這麼嚴殊 為什麼別人的升得這麼好 這一隻反而是不能升 還要跌 其實最主要原因 現在國內方面要做光復的業務 就是太陽能發電方面 其實比較是叫做好賺的業務 都是做一些上游的一些公司 也就是說如果本身開採一些多精龜 又或者做一些龜片生意的時候 其實整體那個毛利率 又或者整體的銷售量方面都會大些 由於本身創意太陽能所做的業務 雖然都是關於太陽能的事件 但是由於本身都不是屬於一個 所謂叫做精龜發電的方面 最主要都是以一些薄膜的發電 薄膜和精龜最大分別 就是精龜發電來講 那個是叫做能量的轉換 那個效率是高很多 大概都有16%以上 相反地如果你說用薄膜來發電的話 整體的轉換效能 大概只有6%至8%了 即使你看到創意太陽能 在這方面都屬於整個行業的龍頭 以及在全球來講 那個市佔率都叫做不小 但是由於本身在整體那個業務的範疇上面 都是不及一些精龜類發電的股份 還有始終創意太陽能所做的那些產品 都叫做比較小的規模 不能夠很大規模在一些發電廠上面應用 因為本身創意去那些光復發電 全部都是離網的產品 意味著可能是家居的用品 又或者極其量都是一些 即是叫做幕牆上面那些光復發電 是不能夠在一些比較大規模的發電廠上面用到的 即是意味著 即使你說中央是要提攜太陽能方面的發展也好 但提攜的最主要的目標 都是放回一些比較大規模上面的公司那裏 所以你說幾隻的太陽能股份比較底下 我都覺得創意太陽能暗線來說 都是比較信息少少 雖然你說的PE方面都叫做比較低 但如果你說給我選擇的話 我都真的寧願搭配卡姆丹克 又或者是保力協音30000 這兩隻有回調的時候 賣回會比較好些 是的 看見712今天都創意高位之後有個回調 現在跌1.2% 是做4.61 剛剛說的是卡姆丹克 也很多隻阿羅詹燈的電話 Jason 我們要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是有最後一節的問答環節 那麼多位觀眾可以把握機會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204-6566 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Grip.com.hk 看看恆指現在跌158點 23979點 稍後再見